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膽量 借金鐘主持啊 Why? 我覺得整個主持這一題 就是我的大魔王啊 那我回去拍戲吧 啊 那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哪個是台灣大魔王 大魔王嗎 我覺得整個主持這一題 就是我的大魔王啊 我好想回去拍戲哦 那我回去拍戲吧 啊 那明年不再講再接一次嗎 我希望我明年去金鐘的時候 是以入圍者的身份加入就好 主持人就是一次就先這樣 對 辣 辣的這題好像比較適合是 入圍者身份的時候 主持人最困難的工作就是要 把光芒呈現給大家 然後還要控場 然後自己還不能出錯 這個是我覺得主持人最困難度最高的 那目前為止我只希望我高雅大方 不出錯就好了 跟隔天照片漂亮 希望大家一定要幫我修圖 謝謝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膽量 借金鐘主持啊 Why? 你不會是那種邊主持有些人忙下台 就直接拿手機看你做的那種 我好像不是走這個路數的 我都是會隔一陣子才看的 所以隔一陣子之後 如果有什麼負評的話 也希望下一個其他的新聞可以幫我開過 好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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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現在目前好像 沒有什麼生得出來的耶 期待還是趕快金鐘結束之後 放我回去拍戲吧 也歡迎各位大大們 如果現在還找不到女演員的話 歡迎 歡迎跟我經紀人聯絡 對 可以可以 塞滿我 塞滿我 對 對 塞滿我後面的時間 對 我剛剛來不及看 唉唷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很開心耶 因為 這麼一個觀眾看著他們怎麼戀愛啊 結婚啊 到現在有好樂 不過喉糖 聲音是不是有點大聲 好強 戀愛要結婚 我先把他咬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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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先想看好 我們錄一下那個彩虛 哇 天哪 那天上的版本沒做 我其實我們還沒有正式合作過 但是我們都有互相看過 所以我才說我這樣看人家 然後等下什麼落淚 搞得好像我是人家死黨一樣 合理嗎 金鐘紅毯情無調劍 垮我美 超美 因為畢竟我們也要走金鐘紅毯 你真被勇 哈哈哈 無故 糟糕 你不行